明明是中午用餐 巔峰時間 燒肉店 一个客人都没有 就连这家左营区的饺子馆 也老早已经不营业 就是因为酒名盘事件 燃衣官兵啪啪走 高雄市卫生局 在矿烈十四处阻击热点 同理店家下午两点 就要闭门停业 打消毒 我看了我吓死了 我一看了就我要算那个日期 我好害怕是前一天 也怕会说那个 遭到传染 还是会隔一段时间吧 因为就在隔壁而已 担心一定是会的 那我们公司已经跟市政府 这边做过确认了 并没有到访的事实 那因为关心我们消费者 用餐安全 所以我们提早一早 就有进行消毒的工作 当地店家 民众的恐慌可想而知 因为酒名官兵的足迹热点 最主要地区就在左营 包含汽车旅馆 牛排店 焦资馆 烧肉店和百货公司 甚至扩散到古山区 是一家南洋料理店 和麻辣火锅店 三明区则是韩式料理 和素食店也在列 邻近的南子区 也有一间仪式料理 被迫停业 另外沿城区 前津区 离养区和陵园区 都有餐厅 因此被波及 我们不会担心 你看我 我都特别离开这么远 你看 潘事件官兵染疫 现在不止秧籍 一般商家 就连附近居民 也笼罩 感染阴霾 欢迎新闻 刘一开李家瑜高雄报道